那我们来看影音播放编辑的 那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介绍过一些 就尽量不要重复的 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就是 因为网路上的这种影音格式 跟家电比较不一样 网路上影音格式变化很快 像各位最熟悉的 MP3有没有 影音格式MP3也是用网路回来的 早期家电网不支援 后来是不得不支援 因为大家都在用嘛 MP3当然品质会不会比较好 没有 只是因为档案比较小 比较好传输 那么另外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什么 FLV 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FLV的格式 或有没有看过 因为这叫Fresh Video Fresh Video也是后期之秀 他早期也是 没有嘛 比较慢推出的 可是在这么多的影音格式之后为什么会有他 因为他 特别适合在网路上播放而且档案比较小 所以另外还有个是什么 MP4 MP4的格式 网路上也很多 那当然有些比较喜欢看那个 网路有没有 就想要看那个院线片的那一种 会用RMVD 那个Real Player的 Real Player也是 他们的优点都在说 档案会特别小 以 DVD品质来讲的话 就是 相对来讲在传输上就比较容易 所以会受到青睐 这个原因 这个因为影音格式很多 所以 如果你电脑里面假设你常常要上网抓 可是你电脑不能播 那这样就会造成困扰 所以网路上有很多人 会去收集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介绍这个就是 叫K9 CallPay的 它只是那么多工具里面的启动一个 它负责帮你把 很多的影音格式收集起来 那么你安装的时候呢 它就装到你电脑 让你的电脑可以 解码跟编码很多的影音格式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装完之后事实上没有太大改变 或者你根本就不察觉到它有存在 可是你会发现 你从网路上下载回来的影片或 音乐档案 大概95%以上都可以看 你若不装 比如说你是原生的Windows 不管是Windows 7 或Windows 7 你就会发现很多我就看不到 打开看就说 Windows 7 很抱歉不支援 Windows 7 有点逊 但是 没办法它内建的 所以你装的时候呢 至少 可以让你电脑认识 比较多格式 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看一下 当然这种编码 因为 一段时间就更新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 如果你觉得要 你就再去 把它装起来 那么 这个 先介绍这样就好了 大概就知道说 可以把它安装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说 您觉得 Media Play好不好用 Media Play Windows那天的那个 好用吗 至少我个人 也没有很喜欢用 你没有任何选择 或者没有比较过的时候也许不知道 好但是 我相信很多人电脑也许会找什么PowerDVD啊 Win DVD之类的去看 有时候也 可能有时候要看那个影片 有没有 好你会这样看 那 这个KMedia 智商也不错 他 有安装的 也有免安装的 好那么我给各位是免安装的版本 所以你可以看看呢 我们在这边 你这个免安装的版本 看一下 应该在我们 这个里面就 里面制作篇 哎呦 KMedia Play 点开它 里面就有一个 只有一个执行档 有没有 执行档你打开就可以了 打开就可以了 那 各位我把你的画面 我先倒切过来一下好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我是都把他 做在这里面了 啊这边我没有做 没关系 我就打开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影音的格式 你就 来这边 出去了 好对不对 你就把他托一过去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 这个 是我们幼稚园小朋友他们 学校在跳的 是大爱的 所以你就这样丢进来就好了 那你按右键 它都是什么 有没有发现都是中文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情形 比如说我抓到这个 我想要把这个画面拍下 有没有可能 有时候老师可能在做 参考资料的时候 教材的时候 我可能要把这个画面拍下 因为我可能我不见到播出一下影片 我把动点先拍几个做 画面 怎么样把这个画面抓下 用PickPick抓不到 你只要是影音 就是 影片内的 用那个 用PickPick也不行 也抓不到 怎么办 Ctrl加C就好了 真的啊 你看 你注意一下 待会注意一下这里 Ctrl加C 有看到了吗 好 所以现在呢我来这边 下次不要那么辛苦 这样就好了 就这么简单 因为这是它里面提供的功能 那事实上我刚刚就是用截取里面的什么 Ctrl加C 有看到吧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存成档案就好 不见得一定要进检别部 好直接存起来 那还有一个是如果有时候因为我们是影片 影片跟照片最大不一样在 影片是你要花时间看完的 照片一眼就看完 所以如果有时候我们希望说 我多抓几个画面 好像做成我们一般洗照片 他不是会送你那个缩图小的 有没有 有的会送你那种缩图的 我是就比较清楚说哪一张大概是什么 所以它有一个功能我觉得还不错 你按右键 它在这个截取的地方 有一个叫做情节串联符绑 就是有剧情的 你可以直接来这边 你看我把直接 新增 超速模式 来 如果各位有遇到的 是在这里 它有一个那个速度的设定 有一个速度设定好像是在截取还是外观 有一个控制速度的 我稍微找一下 你按右键之后 视讯进阶 有没有看到这有两个 你在下面这边你用正常 这个时候你再看看 好 再来 截取 在这边 在虚拟里面 你这里 截取里面的新增情节串联主板 那么你可以决定说它要放在哪里 看你要 比如说假如我放在桌面上 好 那这个 图片的宽度 由你自己决定 比如说你要102728都没关系 那重点在这边 几列几行 列是红的 红是直的 对不对 所以就可以帮你自动从对战领列里面抓出10个 10格 那你大概知道意思 所以我可以像这样假设我是 4列5 这是20格 那品质你自己决定 看你要哪一种 好那我用中整的 假设用800 确定 还就一格一格 就自动帮你选 自动帮你选 好那我就抓完了 所以你看我在这边我多了一个 打开 你看应该就比较钱 你知道 这样我是就比较容易了解一下那个影片 大概的内容是什么 虽然说我们这边是不能自己去决定说他抓的是哪一个 可是你可以像这样子处理 那 事实上他刚才抓的时候也可以显示说这个是第几秒第几格 我只是没有把那个资讯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是 有时候我们在看影片的时候可能这样子是相对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他这功能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也蛮不错之所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的 好那这样应该大家就比较清楚 至于下面这个格式工厂 我们 上次礼拜二有介绍过的嘛 所以我就不重复 不重复 这个 哪一个 影片吗 影片要编辑文字 这边是不行 你可以考虑用那个 Windows7的Movimake 不然就是你要一些真的那个编辑 简介的软体去做 那 再来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怎么样下载YouTube的影片 对不对 事实上你去这些网站也都可以 就是你如果没有任何软体 你去一些网站 我大部分是去这里 是去这里 你只要把YouTube的网址 贴进去 那他就可以 就 会告诉你 下载的网址在哪里 好所以这也是一种方式 也是一种方式 那 另外呢 这个我们有介绍过对不对 Facetube 在各大部门器都支援的嘛 好这个都支援的 那么 有一个我们没有给各位看就是 火湖的 Firebox Firebox这个其实 我平常也蛮常用到他的 为什么 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所看到都是真的UPV 可是银网站不是只有Youtube 尤其在国外有很多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要发是Flash 那这个时候 这个 Download Help就很好用 虽然说他 只有火无有 但是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你可以看一下像我这边 我有装起来 好 你看这里有一段 在这里 有没有从这边就可以下载 那么如果你是 是去那个有Flash的 有些网站有Flash的 比如说 我们学校不知道有没有 如果有的他上面有亮起来就表示OK 有 比如说我们点进来看看 好这里有Flash 那这里 看一下 有没有 然后这里有一段FLV 这个 对不对 我也可以把它抓下来 没有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不是说只有Youtube的可以抓 只要能够他能够辨识的 他就可以抓下来 所以我还是会保留他 虽然说我们 Youtube的有比较多的选择 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很没错的 所以如果你要在 火壶里面 装这个的话怎么办 你可以从附加元件这边来 那当然各位你从我这边下载的 我已经先帮你放好 所以这样你就省去麻烦 那他没有更新的时候 他会自动告诉你有Update 就是你火壶打开的时候 办法打开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有哪个元件更新 好 所以你在这边有没有 我这里就有装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用关键字 直接找 Download Help就可以找到 所以这个是 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在 影音的部分 有机会会去用到的 好